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且它的工期已经长达一周的时间 然后除此之外它的轮圈肯定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迈巴赫的样式 尺寸是21寸 哪怕挡住上面的奔驰的标或者不告诉你这是迈巴赫的轮圈 你也一眼是完全可以识别出来的 然后那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进入车内是非常有仪式感的 而且仪式感对一个奢侈品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首先当然这台展车是没有点亮啊 它的这种紫色跟金色交入在一起的分霉灯是非常有仪式感的 并且还有一个迎宾的模式 然后除此之外的触感方面也是非常厉害啊 你可以摸到的地方都是由哪怕皮去包裹的 当然如果你熟悉全新S-Class的内饰部分的升级呢 肯定对它的科技系统呢 还有科技氛围的提升的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作为一个S级的迈巴赫车型 它的科技感呢并不是仅仅体现在于中控有12.8英寸的一个屏幕 前方有一个12.3英寸的可以裸眼3D的一个全液晶仪表 它的科技感方面主要是集中在后排 因为它的后排呢会有一个智能的管家的系统感应的系统啊 比如像它可以通过你的目光你的手势你的肢体语言来控制后排的照明系统 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动舒适的后门 所以说现在咱们赶紧去后排看一下 现在咱们就来到后排 这个后排是整个车型的重中之重也是最核心的进攻力 刚才说到了触感 现在咱们来说说听感 听感方面呢全车匹配的是一个 柏林支撑的4D的环绕立体声 4D嘛那当然就是你的座椅 会随着你的音乐的律动去跟着一起震动 并且它有一个很强的降噪的系统 当然后排的科技性除了刚才说到的目光啊 首饰那系列的 大家可以看到车内有很多块液晶的屏幕 这个屏幕之间呢是有兔联的功能 你可以通过拖拽去把音频视频 还有导航在4块屏幕之间来回去切换 但是其实说了半天呢我个人最感兴趣的就是这张座椅 两张行政式的座椅 首先如果你感觉比较累的话 你可以调节到一个半毯的状态 它最大的角度可以达到43.5度 如果你休息完了啊 该工作的话你也可以调节到19度 所以说这点来说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舒适性配置方面呢 有一个全球四门轿车首创的一个这个 安全带推送的这个系统 之前呢在S Coupe E Coupe这种两门车厢是有的 但是四门车是非常少见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的腿拖还有脚拖 都是进行了50毫米啊 10毫米的这样一个增幅 并且最厉害的是 它的这个脚拖啊是有按摩功能的 比如像我们那种经常跑车展的 非常累 会对这个配置非常的喜爱 并且它的头枕也是在肩部和颈部加热的 所以说一句话来说的话 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座椅 是一个头等舱的级别 那玄学点的话 就是如果你坐上这个座椅 就是感觉到了甲 说了半天静态 你会不会想起《没完没了》里面 那个非常经典的对白呢 葛优问富彪你的这款车 想买的这款车有没有古路呢 现在咱们就来聊聊动力跟底盘方面 现在S级的麦巴赫呢 有两个动力总成 分别对应的标号呢 是S680跟S580 顶配呢 肯定是V12的双涡轮动压发动机 580呢是V8加48V清捆的系统 匹配的变速箱呢 都是9AT 然后驱动形式呢 都是FMATIC 也就是四驱的车型 当然这款车型最迷人也是它最大的亮点 黑科技并不是在动力方面 因为大家都知道麦巴赫其实是麦的一个舒适性 所以说底盘呢有三大亮点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智能车身控制系统 那这套系统呢 就是几乎你不会坐在车内感觉到侧倾 这个体验啊 我们的同事陈乐在上一代的麦巴赫S级方面当中已经说过了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麦巴赫驾驶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变速箱啊 底盘啊 动力方面都是可以做到最舒适的这样一个状态 最后一个特点呢 就是后轮的转向 这点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嘛 就是这么大的车在低速的时候 掉头会非常的方便 然后让你在高速的时候驾驶起来会更加的稳定 那最后呢 咱们总结一下这款车型 可以说麦巴赫为什么把每一次全球的首发都放在广州呢 因为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非常契合的 就是这里的人啊 很有钱富人很多 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的低调 其实麦巴赫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并且在科技化 然后电气化方面呢 也是一直在走在整个行业的最前列 如果你很有钱有想很低调 并且想找一个非常实用可以日常通勤的豪华品牌 甚至奢侈品的话 我觉得麦巴赫S是你的不二之心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汽车之家广州车展前方报导团队 我是海文 我身边的这台呢 就是全新宝马二系Copey 那么它呢 出自宝马的这个FAAR前驱车平台 我们首先说这个外观方面 它跟宝马一系呢是大同小异的 它是一个三箱款的一个设计 那么在前细节方面呢 它同样采用了这个尺寸巨大的双胜型进气格杉 那么细节之处呢 就是它这个格杉这里带有一个尖角式的设计 而一系这里是一个圆角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头灯的造型 那么一系这个头灯这里是非常的平滑的 二系这里呢是带有一个转弯的角 另外呢在灯主内部呢 我们可以看到宝马传统的圆形的天使眼设计呢 现在已经进化成两个C型的 有灵有角的一个LED灯带 看起来是富有这个进取动感的一个风格的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前包围的两侧呢 这里是带有这个air cut 这个空气导流式的设计 这样子有助于提升它的这个空气动力学表现 来到车身的侧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台车的车顶非常的平滑 它这样子呢就有利于让人看起来车身非常的修长 有一个叫跑车的一个造型风格 另外它在后三角窗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宝马传统的 或是转角的设计 而是显得非常的尖锐 它这样子能让车窗看起来很修长 拉伸整个视觉的长度 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 这台宝马二系呢它是 四个车门呢都采用了这个无边框式的设计 这样子很有跑车的一个风范 但是有个细节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前门这里呢 它这个尖角是非常锐利的 日常使用当中需要小心 在轮胎配置方面呢 我们这台车采用的是一个普利斯通太阳者的一个轮胎配置 它也是比较注重静音舒适性的 就符合这台车家用轿车的一个定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车尾的表现 尾部的造型呢同样非常的具有动感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加装了一个小尺寸的一个后扰扭板 看起来呢很具有一个动感的气息 另外这一代宝马车型呢它有一个家族式的倒沟式的尾灯 它的尺寸非常的长 两个尾灯组合在一起呢就有利于拉伸整个视觉的宽度 让整个车尾看起来更加的扁平 同时呢我们这台车是一个225i的一个动力配置 所以它的后包围呢跟我之前在澳门车展拍的那个218i是不一样的 218i采用的是一个单元孔的排气 而这里是采用的一个双边共两出的一个排气设计 而且呢它这个后包围底部呢 带有一个类似扩散器的一个设计 看起来呢很有动感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车内的表现 来到车内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设计呢 是跟宝马仪器大同小异的 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呢就是这两个大尺寸的液晶屏 都采用了10.25英寸的液晶屏 同时呢它这里这个中控屏幕呢是带有触摸式设计的 而且支持这个苹果的CarPlay功能 另外呢它这个方向盘呢 采用的是一个M版的三幅式造型 看起来非常的动感 而且手握感呢也非常的厚实 很有一个动感气息 能够勾起人的这个驾驶欲望 另外那在它这个挡把设计方面呢 也是这一代宝马经典的这个小鸡腿板的一个设计 旁边是一个新款的iDrive的系统 整体的这个造型设计呢也是比较的简单实用 在用量方面呢也值得一提 这台车呢大面积采用了这个软性材料 另外有一个细节呢做得很漂亮 就是它在这个中控台以及门板处呢 这里都带有一个细节的红色背光设计 看起来呢非常的高雅富有动感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空间表现 我把座椅调到最低 我的头部呢还有四指的一个空间余量 下面我们看一下后排的表现 来到后排呢我先说一下空间表现 首先这台车的轴距呢达到2670mm 所以它的纵向距离呢还是比较充裕的 有超过两拳的一个距离 但是如果是头部空间的话 因为它的车的高度呢只有1420mm 我身高1米7的人坐进来 我头部呢基本上已经是顶头的了 如果是更高的朋友坐进来呢 可能会觉得有点压抑 另外呢在配置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大尺寸的全景天窗 还有一个后排的两个Type-C的接口 还有后排的空调出风口呢都是有配置的 在配置方面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在动力方面呢全新宝马2系呢是带有 比较丰富的这个动力系统的 海外版有一个218i 采用的是1.5T三缸的发动机 那么我们身边这个是225i的车型 它采用的是2.0T发动机 搭配的是8AT变速箱 另外它还有一个高性能的版本 采用的是2.0T高功率的发动机 搭配的是一个四驱系统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宝马2系Grand Cope 是一个富有运动化激情的一台车型 虽然它的空间呢可能不尽如人意 但是它整体的这个配置 以及它的运动表现呢都是令人值得 大家好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奇亚的展台上啊 这边是1.1馆啊广州车展的1.1馆 那在我旁边的呢就是全新的制跑S喔 Jara S其实跟以前的制跑是差别蛮大的 首先可以看到它的车头啊 跟以前的制跑是区别蛮大的 它的车头的这个大灯造型是一个比较不规则的样子啊 然后大面积的这个黑色中网啊 也是融合了这个虎啸式的设计啊 我觉得这个辨识度蛮高的 齐亚最近这几年的设计 还有这个整体的感觉都让人觉得蛮运动的喔 然后呢大家再看到这个侧面啊 侧面它这个轮弧啊 轮拱这边使用那个这个黑色的设计啊 不过这是一个漆面的设计 其实还是有滑翔的风险啊 那轮胎呢 轮胎是这个全地形胎啊 但我不确定在市售车上 是不是也会用了这个样式的轮胎啊 总之我觉得这个轮圈看起来 黑白的高反差的设计十分的显眼啊 然后侧群啊使用一个亮色的配色 整个车看起来十分的显眼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车尾 那来到了车尾呢 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的设计 还是非常的硬朗喔 而且这边还是有一条亮橘色的这个色带啊 增添了一些运动的风格 那尾灯的设计呢 我个人也是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现在都流行这种贯穿式的尾灯 但是它是使用这种直立的尾灯 所以看起来有点与众不同啊 那我们的展车呢 因为还没有公布内饰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也看不到 透不过这玻璃也看不进去 但是呢 据我现在得到的资料呢 这辆车啊 搭载这个L2级别的驾驶辅助系统啊 也就是说 跟很多主流的车型是一样厉害的啦 就是在驾驶辅助这一块呢 以及百度网联智能3.0系统啊 这个也算是蛮智能的一辆车啊 然后最后呢 我还是想提一下这辆车的一些配置啊 因为我们现在是进不到车子里面了 但是据我所得知的资料啊 这辆车配置了L2级别的驾驶辅助系统啊 能有效的减轻 驾驶人在长途驾驶之后的负担 另外啊 它的动力也是一个亮点啊 1.5T发动机 最大功率200马力啊 在同级别之中算是非常的耀眼啊 呃 我相信内部的空间应该是蛮可观的啊 虽然说我们这次不能进去 但是 期待一下 大家好 这里是2020广州国际车展 我是乔哲 现在我在斯科达的展台 此次斯科达 带来了几款年型款的车型 其中最新我的呢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新款的科迪亚克GT 从车头可以看出来 它的一些改变还是集中在细节的方面 比如像隔山外部的轮廓 还有内部的结构 都进行了一个黑化的处理 因为毕竟现在黑化这个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装饰 甚至大灯呢 也有做了一些熏黑的这种处理啊 除此之外 像日间行车灯的位置 下包围的样式 还有机舱盖隆起的这些线条 都是没有改变的 还是那么的运动 来到车侧 其实它最大的变化也是跟颜色有关的 它此次新款的车型呢 加入了一个黑色的车顶 所以说就是一个异色的处理了 会让C柱 它这个溜背的造型呢 会更加的明显 除此之外呢 在细节方面呢 还是维持了原样 比如像它这红色GT的名牌 轮圈的样式 还有规格 比如像还是这种 五个花瓣式的这种造型 还是很运动的 并且轮胎选取呢 也是一个高性能的公务胎 马牌的CS-C5 现在咱们来到车内 车内的变化 对比外观呢 要大一些 比如像中控的这个屏幕 是取消掉了之前的机械旋钮 现在是全部的这种触控式的 这几款更新的车型呢 也加入了自己官方的一个APP 你手机可以车 与车进行一个很方便的互联了 下方空调控制区域 也是一个取消掉机械旋钮的结构 现在全都是热敏按键 不管是风量还是温度 你都可以通过手指的滑动来控制了 所以说这一块的改进 让车内的这种科技感大大的提升 但是别忘了它是一个尾坠有计替的 所以说它一定要突出自己的运动性 所以说前排最大的改进 最新闻的地方就是这张座椅 非常赛车化的一个铜椅 首先材质是两个材质 有Alventara还有真皮 上面还有黄色的这些点缀 甚至是这种肩部的这种支撑 包裹也是有实际意义的 希望它是380的标配 现在咱们来到后排 先看一下空间 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说官方是没有公布数据的 所以说它三维轴距 甚至是动力的总成 应该是不会变化的 后排的配置有出风口 有一个小的储物 还有两个USB 一个Type-A 一个Type-C 没有杯架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最终咱们总结一下这款车型 所谓一个年款车型 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 就像外观的双色车身 黑色元素的加入 车内取消掉很多机械的结构 科技感更好 甚至也有自己官方的APP 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还是这张统型座椅的加入 所以说新款的科迪亚克GT 更加运动更加富有科技感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2020年的广州车展 那么各位也看到了 这台像改装车一样的 就是小鹏汽车这次带来的 装备了剪刀门的 目前叫鹏一板 小鹏P7 根据目前的资料看 这台车外观和内饰部分 和普通车型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当然它的外观的一些细部 采用了这么一个黑色的暗化设计 可能是为了突出它的性能感 那么最大特点 自然就是这两个剪刀门了 这两个剪刀门 它是由电动控制 并且是带有自动躲避障碍功能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车轮 也采用了这么一个黑色的设计 轮圈尺寸是19英寸轮胎式 23545R19的米其林PS高型的轮胎 当然前刹车也配备了这么一个 Brambo的对象 多活塞的前制动卡钳 那么以目前的资料看 装备这个剪刀门的车型 可能会有两种的驱动布局 分别是四驱的高性能版和 后驱的长续航版 那么厂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四驱高性能版它的续航里程 会达到562公里 那么0到100加速时间差不多是4秒级 另外它还装备了这么一个主动式的 减震器 然后就是后驱的长续航版本 它的续航里程会达到670公里 当然加速就会慢一些 它的0到100加速差不多是6秒级 通常我们一提到新能源汽车 可能大家联想到的都是居家 带步这些比较平常比较平淡的词汇 那么这台暂且叫彭一版小彭P7的出现 我相信也给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里边 注入了一些更加个性化 一些更加小众 或者说是更有乐趣的选择 那么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无疑是更 好 各位汽车之家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这次广州车展的上汽R品牌的展台 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呢 自然也要带来一台新的概念车 给大家来看一下他们未来的一些设计的理念 那我旁边这一台R Aura Concept 就是他们最新的一款概念车型 其实直观上来看 这款车有几个特点 我可以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 比如说 车头的位置 大家看到在传统车的那个前风挡玻璃的位置 其实它是没有配备一个摄像头的 它反而是把前式摄像头放在了这个位置 相对来讲视角会低一些 当然官方也在旁边标注了 这是一个5G System High-Tech Vision I 什么意思呢 就是接驳了5G技术的高科技摄像头 当然它的方案呢 从目前来看应该也是一个单目的解决方案 那么除了这个特点之外 从侧边我们也能看到整个车 它其实是没有具备外部的后视镜 和外部的这个车门把守的 然后车门把守采用内藏室 那外后视镜呢 虽然也就换成了电子的后视镜 我们可以去车的侧面来简单的看一下 到车的侧面 其实我们能看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技术点 就是他们在壁柱上放了一个 我们推测应该是IR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可以用来做人脸识别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带车钥匙 不带一些手机解锁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来进入这辆车 那么虽然这台车目前我们是没有办法打开车门来观看内部的内饰的 但是我们也向官方找到了一些内饰的一些官方的图片 这台车的内饰设计很有特点 它采用了很多中国的元素 比如说水墨卷轴风格的方向盘 或者是一个活字印刷的一个挡板 这些都是充满了中国的一个古风古运 但是要说最有趣的设计 我觉得就得数车里这块可折叠的柔性中控屏了 当如果你不需要这块屏幕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给折起来 然后收纳到这个中控台内 这样的话整个中控台的设计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干净 这种设计确实目前在汽车上还是比较少见的 不过我们在手机行业已经有见到很多的产品了 比如华为包括三星的很多手机都采用了这种折叠的设计 在一台未来的车型上 这样设计我觉得还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 那么这台车暂时就是这样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它这个未来的设计 我据悉呢 所有未来R品牌的车型都会从这台R Aura Concept 来汲取领带 那么我们也期待接下来它们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 我现在在4.2号管别克的展台上 在我旁边是这个GL8千雅定制版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外观上 这是一辆有这个俗称的这个胖头鱼的GL8的车型的进化 那外观上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霸气 也难怪GL8会是国内MPP市场的霸主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它的内饰 它内饰的一些皮革材料用的是非常的高档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车内看看 它的内饰到底能高档到什么样的地步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车内 它的皮质用的是蛮柔软的 我觉得摸起来呢 有点这种带一点绒的感觉 但是虽然这个是一个光面的皮 然后它的这个格纹呢 也是蛮有质感的 它这个缝线呢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个看起来让车会比较高档的设计 那它的椅子旁边呢 还有这个滚边 白色的滚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是这个椅子的质感做的是还不错 那它的地毯呢 这个绒毛也是比较长一点的 踩上去其实有一种 就是踩在草皮上的感觉 蛮舒服的 那它的动力呢 一样是2.0T渦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237马力 最大扭矩350牛米啊 跟旧款车型一样啊 没有什么变化的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辆车啊 这个配色跟这个乘坐的感觉 都蛮能显现出这辆车的质感 以及高级感啊 我相信啊 应该是这个 接送商务人士的这个 最佳的一款选择 大家好 这里是汽车之家2020广州车展前线报导团队 我是王和璇 我现在在长城炮的展示 长城炮根据其定位的不同 有家用商用和跃跃版供用物选择 得益于其皮卡车型的特性呢 它拥有较高的改装潜力 就好比我身旁的这款车 它是基于长城炮商务盘改装的一款救援车 名字很直接就叫救援炮很硬是不是 那它的主要区别呢 外观还是与原车型基本上保持一致 主要是增加了这个车顶的行李架 然后照明灯还有警灯 内部呢增加了手台方便沟通 主要的变化还是处于它的这个货箱部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增加了这一个呃 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空间 打开呢我们可以看到里边有诸多的这个储物槽 内部有简易式梯子电锯 简小型的铁铲 还有安全帽救援盒 然后以及这个火灾的救援装置 当然这部分呢 您也可以根据您的不同用途去装配 符合您用车工矿的产品 那我们再来看看对面是什么 你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火灾的救援的车辆的对面呢 其实是一个应对于沙滩或者是海边的一个救援 我们也看到较为丰富的救生圈 再往这边呢还有汽油发电机 可以让您在野外提供更多的能源输出 保证您的一些设备的正常使用 那咱们现在来到了车尾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备胎已经后置 还有拖车钩以及储物槽 可以放置您需要的物品 右侧是一个可以上到车顶的梯子 车顶的这个装置呢 其实就是我的知识盲区了 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呢 希望大家网友还能不吝嗣叫 为大家分享一下您的知识 整车呢 我认为比咱们传统的这种救援车更加便捷 可以为那些有救援任务 或者是需要保障车的企业 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性 本次广州车展荣威品牌 带来了全新的RX5 Max车型 这台车全车外观最大的变化 其中在车头 使用了全新的熔林中网 这个也是一个家族性的设计 全新的熔林中网看着会更加科幻 更加时尚一些 并且全新湿标也使用了自发光的设计 在夜晚点亮之后 配合这个双灯带的设计 以及车灯组这个LED日行灯的灯带 让整体车都看着会更加有科幻感 而侧面轮圈方面 19英寸双色轮圈 配合一套23545R19的 米其林Prismi4系列轮胎 这套轮胎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节能静音以及舒适性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么大尺寸的SUV 如果车轮的直径能再大一点 那看起来会更加有力量感 而整体侧面看起来 这台车的尺寸也非常大 C柱和D柱的设计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很特别 车尾LED的尾灯 整体造型看着也同样很有科技感 那既然这台车车身尺寸 在紧凑性SUV中是比较大的 那车内表现究竟如何呢 看看吧 我们再做到车内来看一下 这台RX5 Max整体车内设计感 用料做工在这个级别 这个价位的SUV中 表现都是很出色的 并且配置方面也是相当丰富的 但配置方面我今天就不多说了 等它上市以后 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下 我们的评测文章或者是视频 使用电子挡霸之后 下面的储物空间也多了很多 所以说上车之后 你很多随身物品 都可以很轻松的找到地方来放 坐在这儿 调到我比较合适的位置 然后我们看一下空间 现在我们把座椅调到最低之后 我合适的位置 这时头部空间非常巨大 一拳以上 而且后部空间很宽大 前排就说这么多 我们去后排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台RX5 Max的第二排 因为这台车整体车身尺寸 在紧凑性SUV中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说它第二排的宽敞度 也非常让人满意 地板平整都很好 整个地板几乎是纯平的 座椅舒适度不错 很柔软 并且座椅靠背的角度 调节范围也是比较大的 像我现在半躺着很舒适 中央扶手打开之后 宽度长度以及高度都不错 并且很精致 前面是水背支架 后面是一个小的储物格 而动力系统方面 这台车上市以后 仍然会有1.5T跟2.0T两款选择 变速箱方面搭配1.5T发动机 是一个6速自动变速箱 而2.0T搭配的是6速 试试双离合变速箱 售价方面 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暂时还没有公布 所以不知道 但是据我们了解 这台车明天发布 价格之后 应该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据说性价比很高 本次广州车展上 明觉品牌带来的一款 明觉6限量版车型 就是我身边这台 数字慢八限量版 这台车最大的特点 就是整体外观配色 是非常大的 非常时尚的 左半部分是绿色 右半部分是 雅光辉的配色 而且整体车头也可以看见 数字慢慢版 特有的配色拉花 以及明觉标识 在车身侧面 同样是可以找到的 而整体外观 除了配色方面 有些区别之外 整体车头 与普通的明觉6 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中网的尺寸很大 配合头灯 让整体车头看着 很有进攻性 很动感的 而侧面 右半部分是 雅光辉的配色 雅光辉 再加上这个 亮黑色的轮圈 以及后视镜 让整体侧面看着 是非常动感的 而侧面 我刚刚也说了 明觉的标识 以及数字慢八板的拉花 同样是可以找到的 车尾比较有特点的大尾 得到了保留 并且尾也是双色的配色 上半部分是雅光辉 下半部分是绿色 整体外观方面 配色方面 我觉得是在 中国紧凑型轿车市场上 非常时尚 非常前卫的 并且不仅仅是在 中国紧凑型轿车市场上 我觉得在整个 中国市场上 这样的配色 都是非常大的 走在了时尚的前沿 好 外观看完 我们现在到车内来看一下 这台数字慢八板的明居六车型 整体车内像比较普通版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内饰 用料 做工 设计 配置方面 都是它的一大亮点 而多功能方向盘 手感很棒 后面有换挡拨片 有Super Sport按键 全液晶仪表 中间的斑马系统 都是有的 电子挡霸使用之后 不但变得更加史上了 下面多了个很大的 储物空间 旁边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360的全景影像 并且运动排气的按键 在这台车上 也是可以找到的 动力系统方面 这台车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仍然是1.5T的发动机 配合7速 失试双离合变速 动力表现开起来 让我是非常满意的 而且驾驶乐趣 这台车的表现 也是很出色的 而据我们了解 这台数字慢八 限量版车型 在明天上市以后 会以限量版的形式发售 具体多少台 暂时还不知道 明天就知道了 总之我是觉得 这台数字慢八版 配色方面 真的是很有亮点 如果你很喜欢这个明居六 并且在配色方面 有一定要求 你可以关注一下这款车